张凤华是松口一家老式游方的女主人 每年到了榨油的季节 她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回游方张罗 我们和她初次接触 是从体验一把看似简单的翻炒开始 张姐我们这个屋子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屋子是拿来烘干茶子 烘干茶子 而且我发现它这个是有深度的 这么厚的茶子 它是不是需要翻啊 要 它怎么翻 它就是我们利用这种工具 哦 要上来是吧 对 上来这边 这个钉扒 钉扒这不是猪八戒的武器吗 对 它这个像我们以前的鱼鱼这样子 它就这样子 把上面的皮就干 然后割起来 哦 把底下的还有一点点的水分的翻上来 对不对 然后它是这样子 上面的等一下到底下 底下的到上面 翻一遍 翻一遍 对对对 张姐我问她这手势有没有要求 有 比如说按理 比如着地盘大家都喜欢用着手吗 这个换前面 就是用砂的重量自己会提到 来 先换一下 先学先卖 哇 这好重啊 这有多重啊 不会很重吧 啊 你这个力又放在后面 然后这样子 切起来 哇 我现在要猪八戒 这个好重啊 张姐耐心地讲解着 劳作时必须掌握的手势 分毫的差别 会让你节省下许多不必要的体力 两个四米健宽的烘焙槽 看似只铺了一层薄薄的茶仔 其实却有着十几公分的高度 一烫翻炒的动作下来 即便是在寒冬 也会泪出一身汗 数以千计的茶仔 在烘焙槽里忙活着 外人很难看出 它们之间还有些许的差别 那张姐告诉我 这一堆的茶子当中 大概是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桃茶 一种是龙眼茶 不同的品种的茶子 榨出来的油品质 也会有所不同 我们这边的茶子 最早有那种小的 原来叫龙眼茶 很小 那个耗工 耗工石 但那个出油率大 而且据说那个油品的更好 那还有一种茶叫桃茶 它比较各大 各大皮厚 但那个摘得比较容易 因为龙眼茶小 你上下摘一档回来 那要费很多功夫